敌人越怕的事情,我们越要做 嗨,我是小桃 国阵为了保住政权 拒绝西蒙注册共同标志 解散土团党,选区重划 还要把投票日定在星期三 看了都气,他们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的 生气归生气,但我们不能什么也不做 让我们一起来破解国阵的招数 第一招,选区重划 在怀疑选民偏高的选区 增加华裔选民的比例 同时,在一些混合区域 增加马来选民的比例 目的就是要将选区的种族单一化 这样就会导致 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数量增加 因为国阵相信 只要马来选民占大多数 那国阵的胜算就会越高 第二,社团注册局拒绝通过西蒙共同标志的注册 还解散土团党 但是,西蒙已经有决定 那就是团结一致,共同标志 来自大选 在西马半岛的所有国州议席 都会有西蒙的人选上阵 因此,大家要记得 头蓝眼等于头火箭 就等于头西蒙 而东马方面呢 则有另一套选举战略 第三,我们都知道 在505 反对党之所以可以拿到51%的选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投票率很高 而学委会将这次的投票日定在星期三 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回家投票很麻烦 来回投票很麻烦 因此不回来投票 目的就是要降低投票率 让国阵过关 这也将会影响西蒙的建票员 对于建票员不足的西蒙来说 简直是雪上加霜 其实国阵越多招数 表示他们越害怕 而敌人越怕的事情 我们越要做 国阵重化选区 我们就来全民海啸 淹没海盗 国阵不想西蒙有共同标志 我们就用共同标志 国阵不想大家回家投票 我们就回家投票 国阵不想西蒙有足够的建票员 大家一起来当建票员 我们不能认输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最后也要提醒 可以提早回家的朋友呢 我们尽量提早回家 避免骰车 也可以选择喀铺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小心驾车 让我们一起 拥抱希望 重建家园